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3日 这是今天第一场读报点评节目 今天新华市的头版头条是新云给工程院的院士们写信 为什么写信呢?建院30周年 也就是每天的习办的小秘书们 应该就属于这个什么组呢?应该是教育组务还是什么组务呢? 据说习近平现在秘书很多呀,分成各个小组处理这些每天繁忙的事物 然后禀报蔡奇,蔡奇再汇报给习近平 这样讲这个信不是随便写的 这个信为什么要写这个?就是科技创新 科技自立自强,因为现在西方在围堵中共 以前呢,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七大工业国精诚合作 在科技方面的共同发展 现在各玩各的了,已经基本上闹翻了 虽然没有脱钩断链,但是现在是小院高墙了 对吧?所以是互相之间在制裁 科技方面,西方独立口气 要什么呢?提出要自己创新 要自己搞,建设大国工程 推动我国工程科学创新 就给寄木等等等等吧 我不继续多讲了,因为这里的词 都是大话套话,谎话很多 因为他们搞了一个座谈会 座谈会呢,丁薛祥出席讲话 丁薛祥肯定在吹捧吹捧习近平 然后就把这个信在会上炫读了 现在树立习近平,可以这样讲千方百计 所有的重大活动都是体现习近平 一般来讲都采取,让某一个领导代表习近平 发表一个信件 或者致辞 因为习近平日理万疾也太忙了 这表明他是准备冷战的,长期冷战和美国对峙 我认为呢,美国围堵中共啊 在短时期内应该讲还是走销的 长期还不是事,为什么? 一个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家庭还是比较厚实 另外一个还有中国的科技人员,的确也很聪明 他调动全部的国家资源 施压也好,还是诱惑也好 使这些科技人员创新 所以将来这个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了 这是今天的第一题 今天的国际新闻实际上很多 一个是六四 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了 所以海外有很多的示威游行活动 比如说洛杉矶有活动 我今天早上看的还有法拉盛也有活动 法拉盛的活动当中还有这个 双方也是对峙 就是拥共的和反共的 其中拥共的有一个人还公开喊口号 共产党万岁等等 这个是可以这样讲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 因为他这样的做 不违背当地的法律 所以他可以这样做 但是有个最大的问题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可能有关部门就要盯上你了 看到到底是你还有没有别的行为 这是我看到的海外就算是真正用户共产党的 应该是 利益集团嘛 咱不太知道他的身份 我个人认为你要真正用户共产党 你来旅游公干 只要符合法律要求 经常都可以 但是你定居在这里 就有点难以解释 对不对 你竟然拥护就回去 回去 回到中国去生活多好 天面拥护可以天面喊口号 是不是他这种喊口号还是表演 也说不定 那么这个六四的事情 那么下一场 这场是新闻中述 告诉你整个现在发生的大事 一个是美日韩防长聚会 推进制度化的播放合作 就会为了防止中共 这个中共的咄咄逼人 乌乌渣渣 整天要打这个打那个 周边国家感到恐慌 所以现在美国是老大 所以日本和韩国害怕 三国防长 星期日 6月2号在新加坡会谈 为强化安保合作 一致同意 将高层政策 确伤 信息共享 联合训练等机制 以后要制度化了 因为以前都是零星的 搞一搞 现在要常态了 这证明 也是战成一排了 因为现在联合国已经 形同虚设了 这是一个清谈的部分 打打嘴战 这些小方块 对非常厉害 包括奥克斯等等 所以三人还就今下世事 三国演习训练 达成共识 夏天还有演习 等到夏天上也谈一谈 关于俄乌战争 乌克兰总统了不得 赫林斯基非常有耐心 赫林斯基这次到香里拉 参加会议的时候 结果遭到了中共的冷遇 根本没有见到 有机会见到中国的代表 那么而且 现在这个一个最大的麻烦 就是现在这个 这个乌克兰 现在这个 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开始直白地批评中国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俄欧战争正在进行当中 今天发狂有一题 赫林斯基周日首次出访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有意思啊 这个赫林斯基也到新加坡了 小马克斯也去了 但是他俩没在那边见面 什么原因这篇文章 讲的是两个人都去了 但是双方的安排 就在这个时间的安排上 没有同步 那赫林斯基飞敌马尼拉的时候 乌克兰正继续面临 来自俄罗斯的持续攻击 赫林斯基周末在附近的新加坡 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 并在会上指责俄罗斯和中国 破坏于本月中旬在瑞士举办的首届 乌克兰和平峰会 其实峰会很好 但俄罗斯不参加 中共以这个理由也不参加 这样就麻烦了 报道称外交部 外交消息人士少早说 乌方本来想让赫林斯基在新加坡 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会面 但双方的日程安排没有同步 这个就 西纸原因不太清楚 所以这个 我要讲什么 赫林斯基很真诚 心理素质很好 他是尽最大能力 团结所有的人和国家 包括中国 就这次有点翻脸 以前还是哄习近平 希望习近平能 不要给俄罗斯支援 现在看来未能奏效 对吧 那么同样他要争取小马拉斯 那么下一步他到 这次来这个菲律宾 可以这样讲吧 这个出访走得很远 这个动作非同寻常 这是一个消息 还有呢 就是法广昨天报道 我们来得及讲 就是北约的军 军委会主席 会见中国军方高层 表达了对俄乌战争 中方立场的关切 现在北约很厉害 你看法国的马克龙态度 最强硬 也很主动 因为他们知道 俄罗斯一旦打败乌克兰 不是宗旨 一定继续的群对欧洲 其他小国 所以这场战争 就是以美国为首 其他公元国 自己的战争 志在必得 他们绝对不会退缩 这国际局势是这样 巴以冲突 现在是普京 拜登和劝以色列 纳达乌 就是结束条件停战 对吧 今天好像有一点缓和的迹象 等到下一场次给大家介绍 那么回到新华社 新华社今天第二题 还是崔牛皮 在总书记的执行下 书写中部地区 撰起新篇章 这是为了备债 为什么刚才给你介绍 国际局势 就是主要的大事 俄乌战争 巴以冲突 两场 战争重要进行 那么台湾海峡 台湾现在出现大的麻烦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台湾 内部表面看有点混乱 还有菲律宾的问题 日本的问题 朝鲜曼道论 金山胖用气球拖着垃圾 到了 南韩 放垃圾 南韩活了 南韩准备整他 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南韩这样一强硬 昨天金山胖害怕了 马上说 我不投了 气球拖 下山烂 往人街道 撒垃圾 这个是污染环境 这个都是 这样讲 越过人的认知底线了 他现在停了 他不敢 你为什么他知道 南韩活的话 南韩可能要整他 不用别的 大拉不通 以前的广播宣传 恢复就行了 是吧 因为他不站在里上 哇啦哇啦天的给你讲 动摇 北韩的民心军心 是不是啊 因为北韩老百姓 是不会翻墙 傻了八级的 过了一遍的 从小就被洗脑 所以这个 这也是认知作战 他也害怕 那么今天这个 为什么中部崛起呢 中部崛起为了备战 因为烟海开放城市 这样打起仗来 北上广深最危险 叫金金纪 这第一线 你看现在反复强调 金金纪连在一起 那是其实为了备战 中部也是一样 中部将来是 这里讲了 新华盛讲了 粮食大神 对不对 资源大神 他准备在这个地方抗衡 因为将来打起仗 是综合国力的比拼 不仅仅是军事抗衡 所以西米很重视 他强调中部地区是中国 中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 能源材料的基地 现代装备 及高科技产业基地 综合交通输入 看见没有 他做好将来打仗准备了 尤其这一次 你看他和俄罗斯的 吴上县 已经拒绝参加律师和平分会 你看看这个动作人之后 他往下继续走 还有韩国 韩正 韩正是江派大佬 见美国的一个企业老板 美国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成 这是缓解中美关系 因为中共很在乎美国 害怕 今天有一题 韩正是6月3号 借了这个赵锡成了 这是一个 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说 象征性的 和美国还没有彻底翻脸 这是一条 那么还有中国中央财政 设立三百工程补助资金 讲到这个财政 其实也是经济形势报道 三百工程补助资金 因为现在经济可以这样讲吧 接近要崩盘 非常的麻烦 主要是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是中国的经济的火热头 共产党不想让房地产彻底崩盘 你看现在已经三千亿 要是三千亿这个保证是住房再贷款 对吧 其实就是银行买下来 然后你看文章的表述 昨天讲到了 以什么合理的价格买些那些 已经建成了烂尾的 怎么叫合理价格 那可能是低价买了 你就等里面多了 开发商的利润了 对吧 很多开发商死掉了 能不能救 这个很麻烦 我看到很多报道 今天万维网友提讲的很详细 他转发是看中国的文章 中国房价下跌以后的效应 五件事已经发生了 他讲到进入了24年以后 内地房地产市场延续了以前的量价奇跌的走势 数据显示 1到4月份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2.9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20.2% 1到4月份 商品房售价是每平方平9995平方米 售价是这个价格的每平方米不到1万 同比降幅高达9.2% 此外呢 二手房市场不仅是挂牌出现激增 而且各地方价出现不同车路下跌了 也就是你在张家口那个地方 靠近北京啊 现在很多人聪明啊 可能没有钱 但是又北京还有事 小孩在读书啊等等 他们买一套房 六万多块钱 就可以买个两十一斤的 坐一个小时的车 就可以到北京 今天早上看那篇文章啊 这讲到房地产的五件事 什么发生 哪五件事 一房价月底 月明日买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烂尾楼 第三 影响到其他上下有相关的业务的生存 房地产是带动啊 比如说土建呢 对不对 积电呢 装修 内部装修 对不对 还有广告宣传呢 还有这个等等其他一系列产业啊 包括家居啊 是吧 里面那个 那些 这个 挂的什么 那个 装饰画呀 等等 一系列都影响啊 这第二个影响到 第三影响到其他上下有相关的业务 还有第四 拥有多多多多套房产的人资产缩水了 中产阶级的城市里边 以前有两三套房挺牛的现在完了啊 那么第五 嗯 离婚率将不断上升 因为现在人都很雾化 还是实际 嗯 他对象就问你不 不管你长得咋样 有没有烦 是不是啊 哎 他只讲这个事啊 有五大 五大变化 等到下一场有时间再详细讲啊 现在要告诉你 是 现在是新闻终述啊 告诉你 一些今天主要的人民绕新华社 凤凰网的新闻啊 还有64.4亿财政部下达 24年汽车已久换新补贴 内循环 就是什么呢 就是经济现在招商引自难啊 怎么办 自己玩自己的啊 那就下命令 带动人们的一旧换新 更新设备 企业单位更新设备 老百姓更新家里的那些 什么银箱彩店 极大件 对不对 也能多多少少缓解一下经济 给一点补贴 你看没有啊 还有呢 马来西亚专家 因为中国经济 唱衰中国经济的人太多了 他找了个马来西亚专家 赞美中国的 他说中国经济远未见底 你看 他找一个好 当然了 英国人评价好 英国人评价不好 对不对 我也听到好多 我有很多朋友也对中国经济觉得好 主要是电动汽车各个方面发展啊 但我认为总体上这个是很麻烦 非常麻烦啊 否则不会这样 高质量发展 调研型 产业链 负能源 项目 开支 散业 这都讲中国 刚才讲到了科技创新自己发展 催一催 捧一捧 还有 君味老街的古运新生 这是讲天津这个古文化街 我曾经逛过 那确实好啊 但是有很多回来的人讲呢 现在经济远远不如以前了啊 包括古董一些市场啊 那北京都有啊 天津也都有啊 你看这里排卖也是价格都下来了啊 当然正是因为这样 现在收购的好季节啊 有些东西超便宜 但是特别有价值 比你有钱存在银行里 什么搞基金好多了 放箱也放就完事了 对不对 你搞的基金你也不懂被骗 是不是啊 有些人都不懂啊 文化素质不行啊 是吧 包括现在有很多古董市场上的那个 就是 叫外销池啊 那都很好 还有一些一些 中国的侨民来到海外带出的那些字画啊 包括名人 那确实值钱 价格也不高啊 说买完了 在家里还可以逛着挂着 挂着 对吧 十年以后二年一 二年以后一损手 画家已经过世了 那不都是翻倍吗 对吧 那比黄金什么强多了 是吧 有些人素质不行啊 还有全球再挂 熊猫旋风啊 他就这样又搞大熊猫这个东西 那毛泽东时代熊猫外交 习近平搞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啊 那么还有外交部啊 这是美方实施签证限制 中方坚决反对 有有数十个中国留学生被拒签 我看到今天了啊 五年内不得如入入境美国 这是大事 你不要在这的时候骂美国觉得无所谓 你真的回去就知道了 回去的时候每天陷入什么这个这个内耗啊 首先不用别的 你每天这个这个读书学习 就是就是开会精神折磨 哎呀我是知道我在大列日报 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以后 每一天上班 八点半上班 坐坐班车啊 就是报社友 停在哪里完就上去 车上去就上了一个机器了 表面看都羡慕大列日报的记者编辑 我记得我那爸爸我爸爸可可脸上有光了 但是我妈妈过世了没看到啊 我爸爸一高兴 我的儿子能到报社工作 不知道你每天上班开会 小江开会 开会一直开到十一点点讨论 一个人讲了最平易 哎呀天天搞这套革命大批判 我现在想起那个日子怎么过 你看我在这里 越干啥干啥 是吧 昨天到朋友家去湖边钓鱼 回来的是吧 不是钓鱼 现在还没钓鱼季节 现在不能钓鱼啊 就是 游船灌我 看看鱼 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中共我 最大的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幸福感 人活的压力太大 说假话 你看那个像毕书一样 有一个小粉红跑到日本进国社 行神社去撒尿 你如果是喊口号 正常的这个批评都可以啊 日本是言论自由的 但你撒尿 实在不可取啊 你那么大的人 他觉得挺美的 还是网红 这就表明这个洗脑洗到一定程度 这个人傻瓜 他将数十年以后 和十年八年以后 回想今天觉得很惭愧 因为人的政治观点都无数 所谓啊 你关键的行为不要超越法律的底线 和道德论理底线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在那 站在那附近 挂个牌子 抗议 可以理解 日本也允许你 但是你想你搞这个名堂 是 就像这个金山派一样 整个气球掉下垃圾 放人家去 你要打仗就宣战 按战争法就开干 你北韩不 南韩不怕 何切林在那 你灭 你灭 这么讲 小手势一动就灭了 人家是 你看南韩一火了 说我将以同样的手段进行反制 进行反制 别别别 大哥错了 在这不放 就下三烂说法 整天搞这些东西 这是很丢人的 这一看 这个世界上的搞 这是乱七八糟 叫人看不起 那么今天还有 广西出现什么呢 超景洪水 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赴广西 这也是议题 讲到派出工作组 为什么到广西 广西现在迅情非常严厉 重要 非常严重 也就是现在天灾人祸出现了很多 你看今天我看大决定网站报道的 北京出现了太阳带一个带戒 一个太阳 一个戒连在上面 这都是不祥子饶 或许习近平搞来搞去 会擦枪作火 出现战争 到那一天就来不及了 这也是很奇特的 过去哪有啊 今天早晨大纪元网站报道的 还有江西南昌发生一起金殿抢劫 哎呀这个场面很震撼 那电视画面都 都这个披露出来了啊 还有呢 大陆网红在晋国险神社石柱撒尿 突压 日本警方调查 这是大纪元今天新闻报道的啊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沈阳 发生了什么呢 一起突发事件 沈阳地铁集团的保洁员 连续两天罢工 哎 这个场面也是非常震撼 这是一条消息啊 那么等到下场可以详细介绍介绍啊 回到新华社 孩子们个头高了 客桌椅能否跟着长高 你看 连桌子问题都解决不了 还听到我敢一带一路呢 他啥意思 就小孩很不同的班机啊 那个客桌呢 你本来太低了 对吧 跟着孩子的情况 这不是一个常识吗 每个教室都应该有是吧 有两批桌的 比如说小孩矮的是小孩的 一年级的 高的是几年级 不就完事了吗 这一看就是你搞的这个程度了 还好意思放到新华社药文版上啊 这个在这个药文聚焦里面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 位于扩张区间 消费领域声势明显 这是今天物流方面的报道啊 讲到其实是中国的经济的粉饰 中国的经济 告诉你们经济很好 你们那些都是污蔑诽坝啊 世界经济遇到困局 但是你说让他彻底崩盘 我觉得也很难 他为什么他已经是这么讲了 国家很大啊 技术还是有存在的 慢慢折腾 何况他可以掠夺民营家企业财产 抓贪官 用这些东西来逆布国库的空虚啊 一半是没事 只要他不搞起战争来讲 来说我认为他能还能长很长一段时间啊 那么还有公安部公布了10起标策炸捷典型案件 一般都年轻人呢 有了钱以后买的豪舌 把他叫乌乌乌在大街上炫耀 年轻都是这样 我从年轻也过过 年轻人都在整这些事啊 等到了晚年就觉得滑稽可笑了啊 你不管是有钱有名 还是有色 还是有官职 都应该是谨慎小心啊 这个标策很危险 这里讲了典型案件 抓又抓了一批 那么还有我国年军产业 废旧手机6到7步 如何便未保 就手机更新 我确实一样 旧手机好几步 你要不断的更新 对不对 更新以后就了咋办 是吧 你要给里面的信息删除 然后就丢掉了 是吧 捐赠了或者怎么样啊 那么还有聚焦未成年人 法律援助 司法部开展 护法 护 法护 法员护苗 哎呀 就搞这些名堂 其实就是正常的法律 司法独立也行 司法要想好 最主要就是司法独立 不要受党派的干扰 你比如说加拿大 你要是这个保守党啊 或者自由党 他们来管法律 完了 他也可以抓人 你看特鲁多他能恨你 他能抓你吗 比如说我今天批评特鲁多 警察能敲门 警察规划 王晓鸥管嘛 是吧 我为什么不批评他 因为我觉得总体上做的还是不错的 呃 其他的瑕疵都很正常 自有人去批评 对不对啊 有的是在这里好一点去批评 轮不到我们啊 我只是对中国的一些现象进行 进行一些评论啊 还有来自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的声音 现在搞了很多会议 其实这个会议目的就一个 我认为是带动经济啊 以前我们当记者的时候 有个词叫政府大台企业上锡 这是大个台啊 这里就讲到了一些研讨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建设中国文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 在京举办 这个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文堂发表了这个观点啊 这个这些会议实际上就是拍马屁的会议 也是使这个习近平啊高兴啊 其实起到不了什么作用啊 把一个人吹得太高以后啊 并不切实际啊 其实人家很烦啊 还有民俗泄露走鞘 端午旅游市场 吹热端午旅游市场 呃旅游经济 这一点确实好 在中国你可以想象一下 呃 如果是中共不搞这个独裁统治是吧 不搞文字语 我可以经常回去走一走啊 我特别愿意看这种节日 有看起来没玩啊 我今天早上看到说 60多岁的老人组了一批大坝 然后出去旅游 哎呀那个好啊 可惜咱不敢回去 这习近平王小红抓 这个受不了 动不动就抓人 对不对 呃 下一题新制生产力 这也是吹捧啊 因为习近平提出新制生产力 新制生产力是什么 你看人家台湾黄仁群 啊 黄仁群还到那个小吃去 呃 街头小吃去走一走 是吧 我看到台湾的电视台报道 很有意思啊 很多靓丽的美女啊跟着他 还有不要保镖 这人有钱是挣好 有钱才能任性 是不是啊 你没钱谁都不大呢 也是黄仁群厉害是吧 哎呀啊 你看那黄仁群讲话的时候 他不会讲中文 或者是其他语种不要紧 哎呀给你代替讲是吧 那却是好 怎么操作的 我不会操作 也会操作麻烦咯 呃 能不能将来把我这声音放到里以后 完了我就休息了 每天早上演电影了 完了就自己讲 这多好是吧 哈 据说YouTube网站不接受这个 这种事情是吧 或者是给你给你挂黄表啊 挂黄表啊 挂黄表是吧 咱不太清楚 就AI挺有意思的啊 那么还有这个中国基建队花建项目 奥运参赛名单基本确定 因为现在是和平时期嘛 这个体育比赛就是把多国的竞争啊 浓缩在一个小空间里 是吧 中共很重的这个啊 撞国位了 其实你赢了输得无所谓 贵在参与啊 那么今天在反腐位方面 这个实在在的 今天又抓了胡春华的一个大佬 内蒙古自立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伯被抓了 你看王伯一刷一看 这个事儿的请教杜文的 谁都不如他了解是吧 又是他的同调 等贵人我找找哈 看看有没有杜先生的小视频 我现在很喜欢看啊 他讲的很真实啊 那年轻人将来是能有大作为 你看他又能写又能讲又年轻 还做了十多年十二年老 比我多一倍 什么都知道啊 这很有意思啊 文章写的挺好 我看那个上报他发的一篇文章 哎呀文笔超好啊 可能刚来主要是生活的问题啊 一点就会好起来啊 还有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伯一序被开除党籍 哎这个人我见过和他一起吃过饭啊 他这个请我们吃饭 还有大列室公安局的某某某领导 就这么见了一层面啊 但是在吃饭的时候 他介绍哈尔滨的公安局情况 告诉我们哈尔滨公安局有两万五千多名警察呀 够多的 当时是这样讲吧 质得一满的时候 没想到现在算了 这个人从体型看挺矫健的 人口才也挺好 心挺开朗的人 讲几话呢 挺有意思的 人们都笑声不断 没想到现在抓了 我估计这都是孙显刚那套线 都属于反习势力 刚才那个王伯也是一样 其实今天不光是他被抓呀 这个中纪委的网站 还有凤凰网都配合了宣传 凤凰网今天讲到了还有个大老虎 啊 除了他之外 这个王伯之外啊 这个王伯之外啊 今天封号网啊 还有一个大老虎啊 是一个四川这个官员啊 竟然是个作家 这个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 听说他啊 就是他的小说写的不错 小说散文诗歌 一样写的好啊 他应该讲是真正的一个就是会写作的人啊 可惜挂到了这个刘七宝这个仙儿了 我认为啊 很可能 因为我不是太了解这个官员啊 他为什么今天这个媒体要报道这个 就打击对立派 三层全会也开了 是吧 犯是反习的 我给你抓起来 是吧 因为腐败任人都有啊 这个人叫杨克宁 疯狂网报道是官场小说家杨克宁决定逮捕啊 这里讲的很有意思 这个人竟然还写了部长篇小说啊 专门讲什么官场的黑暗啊 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人啊 就这个人现在抓了 你看他写小说的时候没有想到人家把他当贪官抓了 是吧 他变了小说里面这个情节里面的人物了 呃 这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 他为什么要抓他 汪洋的嫡系 知道吧 余正生的嫡系 这正是我们这个节目现在这样讲了 只有我们独家的啊 评估判断出来是余正生 啊 邓普方 这个孙志刚 这条线这些人 你看现在围绕这个这个主线在抓人啊 那么 杨克宁是四川省阿坝 这个枪处自治州小金县人 61年出生了 87年上了共产党贼船 82年塞下工作 和我一样 他长期在四川阿坝州工作 邂逅担任过什么呢 谢委书记 阿坝州的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阿坝州常委统战部长 阿坝州政法委书记 你看 政协主席党组成员 15年任州长 阿坝州长 21年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现在被查了 你看这个人从基层什么都干过 是吧 他出版过中篇小说集 宁克多 多杰小说集 他的笔名叫宁克多杰 小说散文四哥 在民族文学 四川文学 西藏文学上发明 很有名啊 还出版了这个长篇 也说叫 《汇丰合唱》 展现基层政治生态的小说 你看那个 结果呢 他现在自己进去 打击政敌 那么有些人说 你老江这个 讲这个 就是 余政生是这个 大佬啊 你这个事没有依据 你今天看了就知道了 我从来是 不会再虚构什么故事 我这判断一点没有错 就是金钻正面 发生了以后 习近平要下纵手 整肃对立派 怎么看出来 你通过今天 中纪委的网站 就可以看出来了 习近平反腐败 现在盯着谁啊 盯着 这个湖北的一些官员 由余政生领导下来 呃 这个领域里抓了很多人 你比如说今天 你看 贵阳市消防救援支队 原党委副书记李世勇被抓 孙志刚一会儿的吧 是吧 都是支持余政生的 可能在那个期间搞了一场事 大事啊 湖北省人大民主宗教乔务委员会主任 抓了 怎么样 绝对可以证实了 对吧 还有山东省农村信用社 联社党委书记 纪委书记 也抓了 他为什么抓山东呢 余政生的弟弟 他叫展西亮山东啊 因为这个要点开才能看清楚啊 刚才讲到那个湖北省这个民主宗教委员会这个人呢 叫朱汉桥接受调查 看见没有啊 都是剑指余政生的刑 此外 还有黑桌江省哈尔滨人大常委王维旭 刚刚讲到了啊 还有武矿中国啊 武矿中国这个 冶金集团原董事长宋湛江 接受审查调查 不够了 这是国营企业 对吧 李克强的这个小小小的啊 等等等等 等到下一场 详细和大家一起分析和谈论啊 好 谢谢再见